迎接一后观光旅游潮观光传播局10月起举办五梯次的旅速转型研习课程即参访交流 从永续低碳穆斯林友善数位智能创新行销四大面向 帮助旅速业者掌握转型新趋势提升台北市观光服务品质 我们这次办这个培训的这个课程总共有好几个梯次 现在目前现在这个当下也隔壁来在上课 那总共有五百位左右的一个上课的一个学员 然后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到在疫情过后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子一个国境开放 那如何接待国外的公安客再来 那疫情当然造成的生活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从饭店的入住接待然后到餐点的提供 到我们如何来迎宾跟送客还有房屋的清洁 甚至是刚刚分享到有关于餐点的提供 我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疫情影响了这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培训课程 那让业者能够来除了解之外 也更能够来迎接这个国境之后 我们重新来迎接国外公安客的一个策略 那这五百位当然对于现在的业者的缺工的状况来讲 其实应该远远是不够的 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有上万名 很多从业人员都已经在疫情期间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本业 到其他行业去工作 那缺工的状况不是只有旅宿业 整个观光产业上的各行各业其实都有严重的缺工的状况 所以现在在我们10月开放国境之后 即将迎来的包含像我们可能要解禁这个口罩的一个解除令 那都希望能够做好准备的 让作为首都的台北市的整个观光产业都能够做好准备 那影响更多的国外公安客 让这个观光产业发展更加蓬勃 这三天来的课程呢 其实有分为品牌跟转型还有永续经营的部分 那觉得这三天下来的课程呢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目前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客树处理的部分 因为那堂课的老师告诉我们一些客树处理的过程 然后还有对于同理客人 然后最后实际的处理客人的客树问题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帮助很大的 那再来就是昨天有去户外参观一些植物园 还有我们的平冠的南港的工业区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大家的回馈是原来我们台北市还有这么多特别的艺文的空间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开了另外一个演技 那对于这样子的课程内容 其实我们酒店的员工都反映说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再参加 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受益良多 随着观光产业回温 饭店人力缺口持续扩大 饭店业者也开始广泛使用接待送餐清销等各式机器人 协助解决人力缺口 大概至少还有三成以上的人员需要补习 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导向我们的政府的一些真材活动 比如说中高龄的市府的真材活动 或者是一些旅书业的大型大小型的活动 地区性的活动 或者是校园的真材以及毕业生 甚至我们现在也会用一些 比如说技术性的人员 像厨师 他在招募平台其实很难招募到 所以我们都是靠转介绍 或者是这个使用内部的员工 激励奖金 以及就是厨师的群组 大家来转介绍这样子 这个活动其实已经连续两年了 对所以是非常谢谢就是 这个协会以及观传局有办当的活动 让我们可以提升这个顾客的服务 以及一些像数位导向 那样六福万一九店的话 我们有导向这个数位机器人 然后在迎宾或者是送餐 以及这个倾销的部分 那节省了一些能力 提供一些就是温暖的服务 观传局表示台北市今年再度蝉联 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第二名 观传局也将持续推动穆斯林友善环境 改善辅导计划 协助旅宿业者迎接疫后旅游潮 重返观光荣景 记者林旗慧台北报道